大家好,我是小银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早餐的做法 营养又美味哦 首先准备一把菠菜清洗干净 然后切成三厘米左右的小段 切好之后装到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金针菇 也切成三厘米左右的小段 切好之后装到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香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到碗中备用 再准备三磅大蒜切成蒜片 切好之后装到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西红柿 先对半切开 再把地切去不要 然后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到碗中备用 然后开火把锅烧热 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葱蒜片加进来翻炒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把西红柿夹进来翻炒 炒至西红柿出汁 加少许食用盐进来 一起翻炒更容易出汁 然后倒入一大碗清水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再另准备一个碗 加两勺面粉 再加一小勺盐 入一下底味 也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 再打入一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搅拌均匀 再少量多次加入清水 清水一定要一点一点慢慢加 防止面糊太干或者是太稀 最后搅拌成这种粘稠度就可以了 先放一盘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一颗鸡蛋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鸡蛋搅散 先放一盘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水已经烧开了 然后把金针菇夹进来 再用铲子搅拌均匀 然后准备一个肉勺 把面糊全部倒到肉勺里 然后用硅胶肠或者是勺子 把面糊往下压一压 让面糊变成一个一个小疙瘩 这样做出来的疙瘩 劲道又柔软 非常的好吃 把面糊全部刮干净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铲子轻轻推动 防止粘点在一起 非常漂亮的面疙瘩就做好了 然后把菠菜加进来 用筷子搅动一下 再加一勺生抽调味 一小勺鸡精 然后用铲子搅拌均匀 最后把鸡蛋液像这样慢慢倒进来 鸡蛋液一定要慢慢倒 这样才不会成坨 做出来的鸡蛋花才会均匀又漂亮 烧开之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好吃又营养的懒人早餐就这样做好了 里面加了鸡蛋 里面加了鸡蛋 菠菜和西红柿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 早上喝上一碗热腾腾的 暖心又暖胃 连挑食的孩子都能喝上一大碗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十分钟就能搞定一家人的早餐 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